一在中国,最早的P2P网贷平台成立于2006年,2011年,网贷平台进入快速发展期,一批网贷平台踊跃上线,2012年,中国网贷平台进入了爆发期,2000与加网贷平台,全年交易得以超百亿。 2013年,网贷平台每天移到两价上线的速度快速增长,2014年,国内P2P行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,据网贷之家的统计,行业交易规模达2500亿元,比2013年增加140%,2015年,P2P行业历史累计交易接近1万亿元,贷款余额于3000亿元。 不过这时,问题也随之出现,累计问题平台1031家,占P2P总数3448家的30%,2016年以来,这类平台发展更加迅速。 当然问题也平出,据网贷之家统计,2018年,P2P平台爆雷了,尤其是6月份以来,情况颇为严重。 6月份,P2P新增问题平台63家,58家提现困难,5家跑路,问题平台总数增加值2121家,占总数的34.3%,7月份,情况更加严重。 2P2P搭起了投机的桥梁P2P,是英文P-E-R-S-O-N-I-T-O-I-P-E-R-S-O-N或P-E-E-R-I-T-O-I-P-E-E-R的缩写,以及个人对个人,伙伴对伙伴,的点对点网络借款。 2P2P实质是个人对个人的民间借贷,不过依附于网络信息平台,相比于传统民间借贷,P2P有以下几个特点。 1,多了一个抽水的互联网平台,平台相当于拉皮条生意,收取的佣金。 2,P2P投资人对对借款方一无所知,无论其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借款真实用途,是否真有还款来源? 全然不知,这个平台上,唯一可见到的借款人信息就是,项目书,还有十分诱人的利率,同步到另外一个场景。 如果你是一个地下钱庄的庄主,放贷的时候,是否会给拉贷款的人用金? 不会,是否无法见到借款方? 当然也不会,拉贷款的人是否凭着一张借条就能把钱从庄主手里拿走? 更不会,很多在P2P平台借款的人,并不是用借来的钱按照项目书所述去做项目,用于生产经营,而是用于个人的消费和挥霍。 甚至有的人借了钱拿去放高利贷,自己算差价,这些借钱的人不具备贷款资格,也没有还款能力。 甚至在平台恶意偏取大款,放款的人,结局只能是可力无收,还搭尽了老本。 既然这样,在P2P平台上,为什么投资人,就敢听网络上一只项目书就投钱进去呢? 投机的侥幸心理作祟,P2P里面充斥着投机,高额利吸引就投资人往里投钱,之所以不断的有人进入,也有人不断的加码,都相信或者侥幸自己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想着几股传花,花落别佳,投机收益高,投机动力就越大,看看问题平台出问题的几种情况就知道,不仅平台上借款的人是无赖,组织平台的人本身也是无赖,只往代之家的统计,有接近50%的问题平台提现困难。 为什么提现困难?因为借款的人就没打算还,有超过50%的问题平台是时间控制人跑路了,为什么跑路,写款,还是担心别的事情? 马克思在书中引用的那句名言,如果有10%的利润,他就保证到处备使用,有20%的利润,他就活跃起来,有50%的利润,他就铁而走险, 为了100%的利润,他就敢践踏一切连接法律,有300%的利润,他就敢犯任何罪行,甚至交手的危险。 3PRP频频暴雷的影响银行是经营主体,要对存款人负责,要对自己负责,自己看项目,自己投项目,银行对于放贷有着严格的监管,包括中央银行,银监会和银行业协会, 并且有较为完善的贷款审批流程和风险控制系统,银行所放款的对象除了邮聚的贷款人,还要有信用背书,以保证万无一失。 P2P行业虽然也是借贷业务,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金融,比起复杂的金融行业,只是小额借贷的缩影。 但是,P2P金融平台频频爆雷会引发连锁反应,P2P行业没有一个专业的项目审核机构和标准,没有正规的监管机构,没有出示可以担保的同业拆解平台,没有信用背书,仅靠一个平台发布所谓的融资信息,风险巨大。 简单来说,P2P金融平台频频爆雷,会引起所有涉及到爆雷平台投资人的财富缩水,投资和消费下降,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,投资人的财富缩水。 大部分投资P2P平台的都是资金有限,进行小额投资,投出去折了本,必定会影响消费,对社会的财富形成再次分配,有的人会一夜暴富,有的人会一夜赤贫。 4P2P平台近期跑路的背后P2P跑路,不能正常以金融行业的资本性所作为视角关注,反而从传统民间界大角度,更容易打开视角,从发展轨迹看,P2P的前身,就是民间界大家互联网,P2P企业也不属于真正的金融机构。 一,从影视作品中常看到,在年底的时候,就有一群讨战人上门讨战,也就是说,在年终或者年末,是一般年间借在催摘集中日,而今年的这个年终格外不同,受国家政策影响,资金收紧,监管加强,贷款的出口变窄,风险加大。 二,P2P行业是个不太成熟的行业,起源于2013年,高速发展于2015、2016年,其特点是野蛮生长,暴力催生,门坎低,到了2017年中下旬才被监管顶上,目前正到了一个加速洗盘期,洗盘期过后,会沉淀下若干行业巨头。 其他小企业于死网中,市场出清后,随着创新发展和监管宽松,将会有一次迎来的行业繁荣,也就是说目前是一个行业的衰退周期。 三,羊池效应,从历史经验来看,民间借贷在几队发生的最快,集中爆发度最高。 因为行业不成熟,缺乏统一保障和管理,比如说,银行的挤兑,可以求助于央行和同业拆借,但P2P就很难做到。 除非真正形成了行业巨头,速清费规断机构,五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态度,近期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,专项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,原定于今年6月底,完成的互联网金融风险。 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仍将继续,七倍后,国家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,整治,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 不过,根据上述会议,除P2P之外的包括互联网资管,互联网保险,互联网外汇交易等其他互联网业态,然按援计划于今年6月底,前将存量风险化解至0,P2P往代清理整顿延长致命年6月份。 据悉,人民银行会同乡官部门制定了下一阶段,深入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,其中将划定重点任务。 一方面继续加持清理整顿,聚焦风险突出领域,又是加速化解存量风险,坚决遏制增量风险。 另一方面,研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长效机制建设,进一步强化监管制度的支撑。 中国人民银行富豪长攀工程在上述会议上强调,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进入最后攻坚阶段,在整治的方法上要明确政策界限,聚焦工作重点,完善整治方式,强化整治力度。 要对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保持高压态时,防止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卷土重来。 截至2018年5月末,各地上在运营的从业机构2902家,专项整治以来,共有5074家从业机构退出,不合规业务规模压降4265亿元。 在打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方面,专项整治以来各地公安机关控令案1390起,去你央行果断出手,清理取缔,新冒头的虚拟货币市场乱象,国内88家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85家RCO平台全部实现无风险退出。 央行主动监测发现大量涉嫌非法从事外规交易的平台并开展整治,封堵境外回归网站330家,关闭境内网站48家。 互联网金融领域是金融创新的前沿,但其中既有利用信息科技发展不惠金融,变明金融的真创新,也有偏离是体经济需要,规避监管,甚至以创新为明行为大知识的伪创新。 监管方面表示,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,坚持规范与发展并举,对于合法受规,有益于尺体经济和洪空调控的创新,通过利规矩处发展,对于实质同事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的未创新,及时纠缠,坚决打击,届时促进互联网技术发挥作用,支持大众创业,外众创新,路投资者怎么做, 短期经济形势还未必好转,市场流动性依然紧张,股市跌跌不休,P2P到处是雷,民间借贷不断违约,楼市要么买不起,要么风险大众小投资者,权衡风险和收益,闲钱买银行的保本理财比较安全,至杠杆转,向往杠杆,也需要一个过程,强景管是必然的, 国家经济我是第一要务,个人也是如此,没什么比活下来更重要,也没有什么比保证流动性更重要 和明运出品